二月河 雍正皇帝 各軍全速向西陵堂塔以子攻擊 沿途逢村燒村 見人殺人 你說連羹耀是徒夫 朕起坐都不純 想不到 天語不秀 反秀其咎 不能一錯再錯 敢不奉照 你叫全清宮的示威來抓我去 讓天下人看看雍正皇帝 如何在鴨能身邊趕走自己的親生小朋友 你們不要撞吵了 等各項沙 誰在決定我命運 是否晴天 主在我的緣分 面對各項沙 人在世上難逃命運 也知道 每一分愛是緣分 遇見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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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訓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語 是我情不自家 挖向江沙 全是愛完全沒有恨 在這一生 愛他一次變無憾 羅布藏擔爭的主力就在這裏 蛤?塔爾子? 沒錯 就是塔爾子 汪先生 塔爾子離開西陵只有幾十里路 羅布藏擔爭有這麼大膽 雖知道軍機大使是不錯得的 是 大帥提拔汪某於駱駝之中 汪某焉能不敢因徒步 大帥 你看這支蠟燭 蛤? 燭光可以照得滿銅光輝 但是偏偏照不到自己的燭台 這就是所謂燈下黑了 大帥你圍了青海一省 但是又怎料到敵人的主力 會在你身邊幾十里之處呢? 燭下黑 油木暴落打仗 跟我們一樣是需要水、草、軍糧 大須想想 全個青海被我們圍到水洩不通 為什麼羅布藏擔爭的兵還能夠支持呢? 嗯…因為全青海只有塔爾子有量 嗯…沒錯 塔爾子是御次的皇教喇嘛總部 除了有權在青海置行籌糧之外 也都可以入內地買糧 朝廷有時還調缽一些糧食給他們 大須 塔爾子的糧食供應一日不斷 你一日沒有勝利的機會 哼哼…你說得有道理 我不管塔爾子是不是叛軍主力 都要排兵踩平他 大須不要衝動 青海以皇教為主 你無端端找了塔爾子 那青海一省立即造反也未可知的 你雖知道丹羅活佛是這裡的教主 但是他窩蟲叛軍… 他可以說叛軍滋擾青海的 但是大須你不單止沒有鎮壓叛軍 反而逼到青海全省造反 我敢擔保 你繳了塔爾子之後 不出一個月 朝廷就有聖子鎖你回京受審 令派大將軍接替你了 嗯…先生言之有利 老桑 末將在 你立即去酬糧處傳我的將領 截斷一切內地運去青海的糧食 所有自貫妙遠 喇嘛僧侶的糧食 由我軍安人頭供應 還有 叫人做些宵夜進來 我和汪先生去秉足夜談 各位將軍 年更遙奉命出任大將軍已經大半年了 大軍將青海圍到水洩不通 可惜還未找到半軍主力 眼見冬天張志 本大將軍下令 駐守西陵所有軍隊全部移防蘭州 西陵城就只留下1500名老若殘兵守護 請大帥分事 請問大帥是除大軍而防 還是留在西陵呢 我不離開青海 首帳擅自出境 萬一西陵失守 我犯的就是死罪 如果我在西陵 打輸了也算盡了職守 但是大帥 西陵良父還有十萬石存糧 萬一失守 留在羅布藏丹爭手上 豈不是 不如這樣 請大帥奏明天子 全軍而防蘭州 等來年春天天氣回暖 再行決戰 糧食就容易處理了 萬一有什麼失算 點一把火 半個時辰就燒了 都不會落於半軍手中 全軍而防蘭州 只會引起種種兵敗的謠言 於我軍不利 想當年 烏蘭暴通之戰 我率三十幾直闖葛爾丹大營 幾萬蒙古軍都傷我不到 何況今日呢 軍令已發 不必再商議 各人去執行 走 到統以上的高級軍官留下 本大將軍還要交代軍務 走 各位都是我的心腹將士 對於今節大軍而防 一定有很多疑問 什麼事 啟稟大將軍 甘肅巡虎 范時節大人求見 叫他進來 走 參見大將軍 范大人 有什麼事快點說 本將軍正在商議軍務 我要說的也是軍務 上次寫信給大將軍 要求帳篷 大將軍叫我問兵部拿 但是兵部又說已經給你了 甘肅主軍 現在幾十人迫在一個帳篷裏面 難聽些說句 半夜起床出去小解的話 回頭連個位都被人睡了 求大將軍指示 帳篷何時才可以撥到甘肅呢 就為了這麼小的事 你一個巡婦特意由甘肅趕過來 本官認為這件不是小事 知道了 你留夜趕回甘肅 大將軍知道了 不等於解決了我的難題 我留夜回甘肅 士兵仍然是沒有帳篷可訓的 豈不是傷了大將軍 愛兵如子之心 行了行了 本將軍有重要軍務要商量 你再不走 我再向朝廷參理一本 甘肅的事 以後由甘肅報政史來跟我說 我不想再見到你 遵命 大將軍不想見我 我就回去聽參 準備向朝廷答辯 也好 本來有旨意調我做兩綱巡婦 既然甘肅政務有報政史代理 我早點動身 大將軍多多珍重 比職告辭 豈有此理 我一國奏章寫上去 把我們做不成兩綱巡婦 我們先別管他 先講軍務 大家過來看地圖 走 以上就是每個人負責的區域和路線 我想落到做一個最大的風火堂 一旦點火 你們各軍全足向西陵和塔爾子攻擊 沿途逢穿蕭穿 見人殺人 明白嗎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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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們的樣子未必完全不明白 我這次用的是空城計 造成大軍向東撤退避寒的假象 所以 凡是向東的軍隊要大張旗鼓 其他調動的軍隊 就要周伏夜行 盡量不要讓人知道 城中只留下老弱殘兵 就是想引羅布撞丹爭來攻擊 只要引蛇出動 我大軍就四面包圍 一舉殲滅他 大將軍算無為策 恐怕諸國良翻生 也只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 大帥 萬一羅布撞丹爭不上當 天氣這麼寒冷 我軍各自分散 遠離中軍主力 糧草供應困難 全部都是兵家大忌 糧草? 你也懂得說糧草 我軍要過冬 難道半軍不用過冬嗎 我已經截斷了所有送去青海的糧食 敵軍早已心急如焚 如今西陵有十萬大糧 正好成為魚餌 口渴得緊要的時候 明知是毒藥都想喝了 不管有沒有埋伏 羅布撞丹爭 都會咬這塊魚餌 他一天不來 我一天都不會放寬青海的糧食供應 就算餓死青海全省百成 都不會救兒子一個叛軍 我看他怎麼跟我鬥 哈哈哈 皇上 你來了嗎 這輪西北軍情繁重 本來不敢去煩你 但是太醫說 行了行了 皇后 太后她怎麼樣 今天精神一點 不過還是很虛弱 太醫說 我也心裡有數 你們為什麼走出來 不在裡面陪著太后 是太后叫我們迴避的 嗯 誰來了 十四弟 是 是 太后病重 她還不讓別人休息 平日沒有跟三哥進來請安嗎 讓我進去看看 李德全 勞才在 不必通報 喳 乖兒子 額良的病 自己心中有數 不拖得多久了 你不要流眼淚 走近一點 額良有話要跟你說 額良 你她病不相干 每年冬天都會惡化 到了春天就沒事了 你有什麼事 儘管吩咐兒臣 額良是女人 祖宗家法有說 後妃不得乾淨 額良本來就不應該說 不過漢人有句說話 兄弟同心 奇利斷金 你應該聽過 過去的事已經怪了 不要整天記掛著 心中不舒服 野後世笑話 就算不是 被其他朝臣聽到 又怎樣說你們 王額良你放心 兒臣一向都不敢跟皇上爭什麼 只是最近皇上要派兒臣去津化首領 兒臣心中掛著王額良 所以不多上去 乖兒子 皇帝有皇帝的難處 你們兩個都是額良親生的 對於你們的性格 額良還不清楚嗎 唉 平日見到你們手足不禍 額良心中不好受 只是不想越幫越忙 因此沒有出聲 如今 如今太閒臨頭 都沒什麼要估計 王額良 你別這麼激動 休息一下 我們慢慢再說 不行得了 乖兒子 天下之大 能夠幫你 在皇帝面前求求情 只能額良一個 額良去了之後 如果你還是這樣跟皇帝鬥起 市民還有誰可以保護你 皇帝叫你去津化首領 你就去吧 三年五載很快過 到時你就一樣回來做一個親王 這樣的太平王爺 我不稀罕 稀罕是一件事 只怕做不做也不由得來 皇帝 為何皇帝進來都沒有人通報我 真是越來越沒有規矩 皇額良 是霞兒叫他們不必通報 皇額良 你身體不好就多點休息 還管這麼多無無畏畏的事做什麼 皇帝 既然你聽到我跟雲帝聊天 我索性就代他求一個請 如果是關乎國事的 額良也無謂逼霞兒 朕雖然是皇帝 但是有為祖宗家法的事始終是不可以做 祖宗家法列明 後非不得乾淨 皇上所作所為 亦不見得每件事都依秦祖宗家法 你這樣的態度是跟朕說話的嗎 迫事身一體納良 就已經有為祖宗家法了 蓮羹堯在外邊領兵 尊橫暴雷 動不動殺戮大臣親貴 你又容養得他 說到底都是怪朕拿回你這個大將軍王 不抵得蓮羹堯 好吧 你們兩兄弟都是我親骨肉 你們不要吵了 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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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算不是皇帝 都是你哥哥 掌兄當父 你怎可以這樣頂葬他 快點認錯 我 我不亂賺什麼大將軍王 當時皇上留我在北京 說因為太后身體不適 希望我多點時間在北京陪他 好 如今調我去津化為先帝首領 又不用陪太后了嗎 因為我是百爺黨 九哥去了西陵軍前效力 十哥去了客以客蒙古 如今還輪不到我老十四嗎 我去津化 皇上身邊沒有左手左腳的人 你可以盡量推行你的身正 豈有此理 朕要送你去津化 難道老九老十在那裡 朕就不敢下旨嗎 你當然敢了 你是九五之尊 你們不要再吵了 鴨娘 鴨娘 不要再吵了 你們當著我臉 尚且這樣 如果我死了 鴨娘 鴨娘 你安心靜陽 十四弟的事 你不要費心 皇上 你儘管下命令 鴨娘有病 我們不會去津化 你敢不奉照 你叫乾清宮的侍衛來抓我去 讓天下人看看雍正皇帝 如何在鴨娘身邊 趕走自己的親生弟弟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你們聽不聽到鴨聲 是科爾臣草原的碼頭鴨 鴨娘 鴨娘 我看到草原的春天 好亂的青草 白白的雲彩 那些花很香 皇帝 雲太 你們聞不聞到花香 快點 快點出去叫人全太醫 全太醫 快點全太醫 鴨娘 你們別吵我聽 鴨娘 好舒服 鴨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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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山 鴨娘 賞 鴨娘 找我們的 張忠堂 久違 范時節向忠堂大人請安 時節 都是老朋友 何必跟我來這些虛禮 忠堂 禮不可廢 今次有旨意調你去做兩綱巡婦 我以為你過了年才回來 誰知你這麼早就來 嚇了我一跳 年大將軍已經設了我金閃巡婦的差 我反正沒事做就早點回來北京聽後處分 時節 你是一位風疆大吏 又不低屬年羹堂管理 他有什麼資格設差就設差 上書房還沒收到年羹堂怎麼參我奏節嗎 我沒見到 或者可以回頭問一問馬齊 就算沒收到也差不多了 年羹堂在西北尊橫武斷 和土皇帝差不多 他一定不會放過我 不過我在撤差之前 希望有機會當面向皇上解釋一下 皇上今早進入後宮見太后 太后這幾天病情惡化 連帶皇上都沒心機料理國事了 亭玉 馬齊呢 十三爺 十三爺 馬齊去了哪兒 快點找人叫他回來 翻時節 你也回來了 奴才是昨天到京的 別說了 亭玉 皇太后過世了 快點叫馬齊文科多回來幫忙料理 耶 拿娘 兒子不孝 令我好好地時候過你一天 先帝駕崩不够一年 你又离我而去 剩下我孤零零一个 有话还可以跟谁说额量 万岁爷 千悲万童 终归是人死不能复生 如今最紧要是商议下丧礼 让太后脸咎逢安 你只是在这里伤心痛哭 太后在天之灵 都不安乐 而且有这么多国家大事 等性供裁断 你伤身体怒财等于心博安 朕方全已乱 亭玉 人在 你们几个就在凌前商议 朕一边听一边决定 遵旨 李德传 奴才在 快点拿一枪椅给万岁爷坐 诈 万岁爷 皇上 臣龙科多以为其他事都不要紧要 应该首先为太后以出示号 礼部才有所遵循 你说得对 马齐 马齐一直都管着李帆院和礼部 你以一个尚好的事号给朕看下 臣遵旨 另外 臣以为今次太后笨天 应该有个大臣居中掌管调动事 至于皇上 就叫先帝为校庄皇太后首效的例子 皇上大后二十七日 朝政由该大臣暂时主理 天下神问就有所遵从 皇上 马齐是两朝元老 得功望重 就请马齐主持治桑示意 不行不行 上次先太皇太后桑礼 都是张庭玉主持的 后来又经历过先帝的桑礼 当时臣代罪之身不在上书房 否则臣自问年老恐怕力有不及 都还是庭玉主理好 庭玉 臣在 你的意见呢 一年之间 我朝经历了圣祖驾崩 新军登基 东南清离窥空 西北用兵作战 可算是旅有变故 风波多截 臣以为 今次要处理得越稳重越好 怎样稳重 神以为虽然太后奉体染病多时 但是今次轰势事先并无迹象 可否暂时不发布丧事 先由太医院将近几日太后病情 用药和诊断方法写成底部 以八百里加急传送各地 等天下有所准备 然后随随宣布太后公事 这就有利于人心稳定 至于由哪个总理桑仪 反而是小事 神可以做 龙科多亦可以做 反正万岁爷虽然守候 有紧要事 还是可以请示得到 嗯 庭玉言之由你 能够看出朕心 顾存大局 朕很满意 就由庭玉理主管一齐 有时可以和黄寇 马齐他们商量 只要不是军情 就不要过来打扰朕了 你们尽忠的话 也等于成全了朕的尽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了来了 启品大帅 罗姆藏单身的军队 真是来了 整个兄弟已经和他接战了 不用不用召队封火 不用这么心急 三日前 冠军都有来试探过 当时派骑兵在城外 打了一轮火枪就走了 若我一点封火 岂不时将他们吓走 再探 大帅大帅 盟军差不多有五万骑兵 将我成团团围住 以我防守外城已经失陷 正退入二城 请大帅定断 看来今次是真正遇到盟军主力 你和我召集中军护围 我要亲自上城楼观战 大帅 大帅军亲临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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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火吵入一轮 又退回吵 他们是不是退兵 不是 他们只是按兵不动 据探子回报 换军越罪越多 好 国家兴幕 在此一致 沐向阿 走 全我的将领 点封火台 召集大军 如一死战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你 你是 是 D 雍正皇帝第四十三回 廖秀寧監製 曾月娥編導 二月河原著 陳七編劇 主題曲 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王秋生飾演雍正 潘文柏飾演尹祥 鍾偉明飾演張亭玉 羅偉亮飾演連更堯 並且由孔祥卿 林廣燈 林友榮 蔡浩良 何國鴻 龍天生 譚漢華 曾永強 莫家驅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經已播放緣分 五個行沙 誰在決定我命運 是否晴天 主在我的緣分 主在我的緣分 面對各行沙 人在世上難逃命運 亦知道 每一分愛是緣分 盡我心我心 無緣分 無緣分 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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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江沙 谁在决定我命运 是否晴天主在我们缘分 面对江沙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亦次变无憾 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心我心 故欢不了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爱他一次变无憾 人想有你 在这一生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使者 爱他一次变无忍 爱他一次变无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